唐朝时,人们特别信仰阿弥陀佛,向往西方极乐世界,作为阿弥陀佛的左右邪士菩萨。 观世音和大世智同样备受人们敬奉,所以这一时期的壁画对这两位菩萨的刻画也非常丰富且有特色。 除唐时壁画里的邪士菩萨们各个姿态生动,一是俏丽,要说其中的代表, 就是眼前的这尊于第五十七窟南壁的观音菩萨画像了。 由于第五十七窟内画有二十余深优美的菩萨,犹如世间美人,所以俗称美人窟。 其中南壁的这幅美人观音菩萨像则可以说是雁贯群芳。 他细眉长目,面容秀美,体态婀娜,腰身略成S型,眼眸微微低视,神情甜静,别有一番楚楚动人的娇柔和妩媚。 他衣饰华丽,利粉堆精的手法使之精致而立体,在千年岁月的流转中沉淀出历史的厚重与华丽。 是唐代观音菩萨画像中最精美的佳作之一。